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压差商情 我是许昂 在香港问候您 节目一开始 我们首先来带您关注到的焦点 是美股投资者在上个星期 是经历了令人紧张的大跌 本周态度依然是较为谨慎 但高盛就表示美股的抛售潮即将结束 在经历了震道的一周后 美股本周一受科技股拖累继续走低 美股投资者也依然较为谨慎 不过高盛认为抛售潮即将过去 稳健的基本面将能为股价提供支撑 高盛首席美股策略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认为进一步下行空间有限 市场上周出现的那种回调很常见 尽管遭遇抛售 但股票基本面仍然强劲 高盛将标准普尔500指数年底的目标位 设在了2850点 较周一收盘高出近4% 而高盛认为 股市进一步下跌的空间 已经不大 与此同时 摩根大通也建议投资者此时抄底 摩根大通全球量化和衍生品测率分析师表示 10号及11号两轮美股大跌主要是技术性的 与今年2月份闪电崩盘的逻辑一样 为美债收益率上升 美联储展现更为鹰派的立场 他认为当前位置适宜逢低买入 不过 该建议的一大风险在于市场波动性继续走高 可能导致以波动性为目标的基金进一步流出 而摩根斯丹利则认为 美股的轮动式熊市即将开启 尽管成长股很可能持续跑输大盘 但因为低估值对股价有支撑性的财报季 以及季节效应 预计股市将会在年底前反弹 但也有机构持不同的观点 巴克莱就在稍早的报告当中分析称道 尽管出现了一些投降的迹象 但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抛售 巴克莱指出 被视为市场情绪指标的 被动基金资金流动与市场回报率高度相关 这也意味着 这些资金流动可能会加剧 已经很明显的抛售潮 亚太第一卫视综合报道 今天做客 我们今天做客人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天城康和证券投资总监潘铁山先生 Patrick 欢迎你 收到同楼见面了 看到美股上周经历了黑色星期三之后 像纳斯达克指数 还有整个包括内地跟香港的股市 都出现了一个崩盘 不能说崩盘 但是确实是蛮大的一个调整 不过我们看到华尔街有很多的一些分析就指出说 其实现在市场还是比较乐观的 有机会还会有反弹 您觉得美股的好日子还能够持续多久 其实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纳斯达克的股份 它最近的上升通道 这个底部已经跌破了 早两周已经跌破了 就是技术面是这样子 基本面是其实坦白说 大部分的那些新经济板块的个股 它的估值太高了 都是100倍到150倍以上的水平 远远就是超过合理值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的话 我相信纳斯达克的股份 会带动到美股有个比较大的震荡 现在是还剩杜琴师 它的上升轨道的底部会不会跌破 这两周都知道了 这真的跌破的话 我担心说有个比较大的一个幅度的调整 这个是跟着去过来 坦白说美国本土的看好 就是已经有了很多年了 现在还是有机会会做出比较大的回途了 没错 另外我们发现 其实我们说苹果 就是美国的 我们市值那么高的这样一个公司 推出这个新产品 但是确实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 也导致说以苹果可能为首的股份 也出现了一定的调整 但可能跟其他的一些科技股板块来讲的话 调整没有那么大 但确实有一些分析谈到说 比如说像贸易壁垒 或者说之后的这样的一个 下个季度的出产量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会否美股方面的话 还有蛮大的压力呢 我相信是有的 因为不仅就这个 现在看那个iPhone 就是苹果它这个手机 其实没什么很大的特色 都是从原来的这种的设计上 再改良一下 镜头的四项的那个 称赤度再提高一点 但是中国本土生产的 像华卉啊 那个P20啊 那个很多的 它的镜头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 其实未来的竞争也是越来越大 所以就还有这个贸易摩擦的事情 也会绝对影响到那个iPhone的销售 所以我是比较担心的 这个股价方面也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 在之前那个交易日呢 我们看到这个港股上市的一些像瑞生科技 顺应光学其实也出现了一个调整 特别是瑞生这一块 您觉得这个之后会对相关香港这边上市的科技 过得来什么影响 我相信瑞生啊 就还有顺应光学 特别顺应光学啊 就是因为它很多一些部件是那个外来进口的 然后有部分呢也是在国内内销 所以呢这个组合上来说的话 这种的业务的线条呢 会对这个现在的人民币的贬值 会对它会有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环境 所以呢对于它未来也是继续受压 当然那个手机订单iPhone是不是能够提输呢 这个我相信也是比较有难度的 所以对这类的手机设备股会经历到 这一波的一个调整呢 我相信还没完结还需要时间了 OK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一直以来的话呢 对美联储都是施压的 特别呢看到这个黑色星期三之后呢 这个特朗普也是对美联储提出了一些的 这个不同的声音 没错 那但是呢大家就说 特朗普他越这么讲 那其实呢越证明美联储现在的话 那是比较独立的这样一个政策运行 那您觉得对整个的这个市场来看的话 特朗普真正能否影响美联储的一个决策 这个过往的从历史来看的话 不可能总统是影响到联储局的一个决定 因为联储局是理财嘛 对国家的理财方向呢是独立于那个其他人的 所以呢我相信 联储局未来的路向也会 不会受整统的所个人影响 反而要看经济了 目前的经济是因为减税 因为那个关税的事情 表面上看到经济是转好了 所以呢逼着要加息的 所以没办法的 所以后面加息的 这个我相信不会停的 也会对市场作成影响了 另外一方面大家就很关注到这个美元的走势了 我们看到呢其实新市场货币 这个美元对这些货币的话 都上涨了蛮多 有上涨了4% 那其他一篮子的一些主要货币呢 跟美元相比的话呢 有一些呢就是表现并不是那么好 那您觉得说啊 在这一个差异性将会啊 这个是否主导我们这个最后一个记录的 整个美元的这样一个走势 那美元指数你怎么看 亚太地区跟深兴国家的这个货币啊 就过去的历史来看的话 美元的上升呢是绝对是对他们有影响的 但是其他主要的共益国的货币呢 就没跌多少 反而呢最近呢看到了英镑啊 跟那个欧元也是有所上升的 所以我相信这个还会延续 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像印尼啊 像印度啊这些国家呢 它的货币一直在贬值 其实也是贬值得比较厉害了 这个未来会不会对市场做成一定的震荡影响呢 这个也是要关注了 所以说呢这个可能美元指数目前来看的话呢 它尽管进入到一个这个上行的空间 但事实上的话可能对真正的像 像人民币也好 或者说对这个欧元啊英镑来讲的话呢 并没有说升那么多是吗 人民币是升得多的 就是有8%之10了 但是这个是没有摩擦带来的 其中一种的一个影响 但是对欧罗对英镑这些其他国家的货币的话呢 特别热源啊这些呢 我相信很难再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反而呢这类的货币呢会有所回升 美元也很难再持续的这样拉升上去的 当然人民币也是已经跌了那么多了 后面我相信还会 部分也会慢下来 也不会再持续的很大幅度的这样的去贬值了 OK另外我们看到在避嫌买盘的这个推动之下呢 黄金在这个这一周的周一开始呢 就是出现了爆发的一个行情啊 地缘的政治不稳定性啊也带来了这个黄金上面的一个上涨 您怎么看黄金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黄金只是一个相关的不稳定所影响 但是呢它主要影响黄金就是主要是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 现在是不是这个问题 现在是那个油价有可能会带动到这个影响 但是这个是关于通胀的问题 就是对黄金只是带来或短暂的影响 不会带来很长远的 我相信黄金占生了完了以后 后面还是会面对一波的一个向下的压力了 OK我们看到这个石油的这个价格最近的波动也蛮大的 我们看到沙特呢跟美国因为记者失踪事件的话呢 也出现了一定的矛盾 美国的表态是很强硬啊 但是沙特这边的话呢也威胁说啊 这个使用石油武器让油价上升到每桶200美元 那您觉得这个局势会如何发展 对油价的影响会有多大 其实特朗普的言论都是向外就是在 就是好像好斗的一样的 就是这样跟这些国家来就是讲话 就是其实对沙特来说的话 其实沙特的油价真的是提升的话 对美国本土的经济影响是蛮大的 虽然美国的油是一个进出口国 但是呢油价的上升会带来很大的成本的压力 没错 所以这方面来说会绝对对它是受影响的了 那油价的一个走势的话你怎么看 油价走势还是在这个 这个85块上会有一定的一个 就是打横的一个波动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 我估计很难会再往上走到95以及100块 目前从基本面来说是没有这种条件 我相信还是75 85这样走了 OK那对于比如说在香港这边的这个三桶油的表现 其实三桶油的表现的话 其实对跟大势相比的话 其实还算是跑赢大势的 那你怎么看其实这个现在之后 我们这个港股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 那对这个石油类的股份会带来什么影响 石油股也剩不少了 就是中石化因为它有天然气 还有那个炼油跟那个石化产品 在这个油价靠近较高水平的话 对它会更有利 反而对中海油中石油的话呢 是上油油为主的话 特别是上海油的话 油价会牵动到这类的股份 但是一升不少了 可能后面再延续的上升的空间 还是相对来说会少一点了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潘铁山先生 做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了 那更多资讯呢 可以留言我们TV的官方网站 还有微信公众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